台南一名通緝犯 日前在安南區的銀行 因為行蹟可疑 保全向來千尋的員警反映 員警準備上前盤查時 男子心虛把腿落炮 在大街上跟警方 你追我跑 最後逃了將近100公尺落網 嫌犯還一度謊報身分 但被警方釋破 遭上號逮捕 警北追逐大街上演 背了一般功夫 終於成功尾捕 你別走 你別走 警察追的就是這名黑衣男子 而他深悲通緝 面對員警還故作鎮定 你別走 你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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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不僅裝傻 男子一度向警方報假資料 行徑相當狡猾 事發在4號上午11點多 台南安南區安河路 稍早前警方來到附近銀行千尋 接獲銀行保全反映 櫃台有一名男子心機可疑 員警正想上前盤查 眼看對方拔腿就跑 立刻追了上去 警北追逐將近100公尺 順利將人逮捕 原來這名王姓男子 身背槍炮及毒品通緝犯身份 看到警察這才心虛落跑 盤查時 該男子謊稱會帶證件 僅能提供姓名及出生年月日 員警以僅用電腦查詢時 發現系統所顯示照片 與男子不同 當場拆穿其謊言 一度謊報假身份 以為能瞞天過海 但伎倆依舊遭警方釋破 現在遭警方解送歸案 為自己曾做出的不當行為負起責任 記得黃不齊探報道 節奏 警方釋放